今天呢有这么一个小伙子 他本来是求职的 怎么一不小心就做到了一个应聘 专员的位置上呢 这一下子就第一位就蹭蹭蹭的就提升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他的故事 来看一看吧 大家好 我来自河南林州 我的名字呢叫杨凌峰 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呢能够得到大家的批评与指导 生活当中的我呢 是充满正能量健于勇为的人 对于工作当中的我呢 是充满的使命 会不顾一切地完成工作 那么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的典离起了两句 小时候呢比较淘气 然后后来就没有再上学 为什么呢 你大了以后你可以再自修吗 后来呢 然后我想去了一个学校 人家人家不瘦了 结果 你小学学历你还戴副眼镜干什么 哎呀不跟你学呢嘛 哈哈哈哈 哎杨凯老师好 还挺幽默的有没有 就是我我非常这个动静杨凯老师 真的 有没有精神度数的 有有有四把 打游戏打的 那不是我从来不玩游戏 那你怎么会精神演的 是这么回事啊 小的时候我们我们那片的 我们家是第一个买到电视机的 啊就我上面有个哥哥 啊 然后呢深更半夜呢 他看了一个一个什么片 打得特别厉害 然后赶紧起来赶紧起来 看电视呢 我说我那时候正正睡呢 就出厨房垫一瓶电门油 啪到我眼里了 哎呀 当时我就起来洗 洗了半天 也不知道没洗好 然后就接着睡了 然后然后后来就就模糊了 你是你那是清哥吗 哎呀特别淘气 是清哥 那这么说 你小学毕业之后没读书 那你干什么呢 嗯 无数吧 到天津打工 别人呢 一个月呢 都是做了这个 十个二十个工 那么我一个月呢 是做了三十七个工 嗯 那么晚上加班 那下一天呢 我还在这个工地上 搬泥车庄 打荤荣土 背干本 我记得特别的清土 后来呢 我说这会儿太累了 后来我就一直想自己独干 后来我就学了厨师 哦 开了自己的小店 那你就好好 好好干着呗 你干完来厨师 那个一言就忘脑头了 我觉得没有意思 我是一个特别不安分的人 就是我野心特别大 你有多大的野心 说来听听 别吓得我 就在这儿 说这种 不会吓得 也能坐在这里啊 也能也能收员工 是吧 而且我也希望 哎哎哎哎哎 比你们坐得大 当然是这样啊 你这样我让你坐一下 不不不不不 不敢不 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 来来来 没像容让他坐一下 不敢不敢 你睡一下吧 不不不 去睡一下 话都说出来了 谢谢大家 这样这样 你的一厢企业是银老文化 你做银老文化 来赵小叶到我这儿来 不不不 来来来来 腿翘起来 来来来 翘起来 来来加二郎翘 翘起来 那是念念念不好 我我就觉得这样做的 比较重要 你说你这种人 让你感受一下 你看你看你那样啊 干嘛呢 好好好 来 现在是赵小叶参谈 他们一厢企业是去银老文化 做活动执行 我现在让你爽一把 让你感受到 N年之后的自己 坐在飞行公司舞台上 招聘赵小叶 好 好不好 来赵小叶 杨总您好 我今天呢是想到 您的银老文化 来面试活动执行这个岗位 我之前呢 有过活动执行的经验 那我也做过 活动现场导演 不知道能不能 在您公司有这个机会 你都做过什么活动执行呢 我们做过像 一些大的这种跨国企业 比如像戴姆勒呀 然后像苏伊士啊 然后格兰夫 这些世界500强的企业 我们也做过一些内资企业 比如像国航啊 然后腾讯啊 这种企业 不愧是那个 就是用心太认真了 真的 谈钱呗 谈钱啊 一百万一个月 真的 那你这个都赞扣了 哪年之 怎么样 你发表一下 坐在那里的感受好不好 挺好的 真的 以后呢 希望我就有机会 坐在这体验体验 好吧 他很享受这个过程 而且应对自主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梦想 我觉得那一刻 我们都能感受到 他的喜悦和幸福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我们 飞泥墨水 也是一个帮别人 实现梦想的舞台 虽然我们刚才 跟杨凌峰开玩笑 让他感受一下 坐在老板椅上的感觉 但其实他简历当中的一部分精力 的确是值得很多人给他点赞 他救过很多落水的人 谢谢你 是吧 你说给我们听一听啊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看到这里了 他最后一个说是他救过很多落水的人 这说明他是一个很有爱心 极富一个责任感和爱心的那种人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不管怎么样 他是不是小学文凭 然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人能力还是没有问题的 能在这种场合里应对自主 而且还很幽默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接下来他有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境遇吧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还清明特别冷 但是我们好几个人都去湖里游泳了 当时呢 我一脱衣服就游下去 过那边了 过那边有两三个孩子 他不会游泳 他哗哗就下去了 然后旁边的人 快快快救他 然后我就啪 就游回来 他比我胖 他起到我脖子上 他起到我脖子上 我用力用力用力才爬回来的 当时我上来之后呢 我躺了半个小时 没有醒过来 他躺了一个小时才走了 还有一个 在我们有一个河头 那水特别深 大概有十八九米 当时呢 就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玩 就跟这个案一样 但是他不知道他不会游泳 一下子就把他推上去 当时我还没有这个脱衣服 我上去就跳下去了 我就把他给搂住 他就搂着我 我喝了几口水 这些人怎么都喜欢搂你这 我也不知道 好像这个 我在下面 好像他们这个方便 本能 对对对 所以你救过两个人是吧 两三个 还有在这个一个水库里 救过两个人 所以其实救人对于你来说 是一种善意的本能 对对对 是的 健于勇为 我特别健于勇为 社会需要你 一样一样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今天来面试的是 市场开发和店面负责人 对对对 是的 对吧 对对对 你自己经营过店面 对 自己创业是吧 对 做个小店 那作为一个店面负责人 你认为你的职责范围是什么 我认为就把货进回来 你卖了 你挣到钱了 这就OK了 是吧 你认为呢 对 除了店面负责人 你还干什么 我还做活动执行 做过活动执行 没有做过 但是我执行能力特别强 最近几年我在山西 跟着一个打老板 然后就是他负责我的事情 他就不管了 然后直接跟我说 他哪一天又哪个老板吃饭 然后都是我搞定的 这是活动执行 我没太明白你的工作是啥 看样子你也不太懂活动执行 你还写了一个大客户销售 你解释一下啥叫大客户销售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客户卖了小产品 一个大客户卖了多的产品 我发现这个世界在你面前如此简单 我这个必须要提醒你 现在我们是一个面试的场合 所以在你表达的时候 你还是要正经一些 好吗 他正经是挺正经 他真不懂 对 他这样的一种情况 小学学历 但干过很多事 今天来面试 他适合干什么 我觉得他的沟通 和这种查阳观色的这种能力 其实比一些学历高的人反而要强 查阳观色 对 那适合干什么呢 我觉得做销售蛮好的 做销售 对 买一袋奶奶 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来看看他的销售好不好 你自己找个人卖 咱这样 你认为哪个最不好卖 我就卖给谁 张萌吗 好 对 来吧 今天呢 咱换一个方式 好 什么方式 就是呢 我想有请赵小叶的 为我做一下助理 好吧 要他上来吗 他是蒙面的负责经理 好 那我们就请两位女士都上来 好不好 等一会儿 先等一会儿 先等一会儿 是这样的 好 这个难卖的人可以上场了 好 来来来 请张萌 好 这个酸奶呢 是我们这个最近 最近新出的 然后呢 也是最最最好喝的酸奶 哎 就是现在说 咱们先留一个悬念吧 就是我还是挺期待 他这个最好卖 不是最难卖的这个人 他是如何去卖的 虽然说他是个小学学历 当然了 这个不能去看一个个人能力 就凭着文凭 我觉得这个样子 在当今社会上 还有很多 很很优秀的一些人才 他并不是区区于一个学历 把他框煮的这个状态 不过我就是觉得 他这样子一个幽默风趣 然后且察言官司 还挺不错的一个人 他如何去把这个酸奶 去卖给一个 极其难卖的一个人 还挺期待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好 我希望他们给你打开 你尝一下 好吧 这个 稍等一下 我因为我带着牙套呢 这个你能描述一下吗 这酸奶的味道和口感 好 这时候他是这个负责人 你跟他说一下 我们酸奶的优势 好吧 厉害厉害 好优势 你好 那长知识酸奶呢 不光是能够帮你去补充你的这些蛋白质 还能够 因为你每天洗得很早嘛 能够在早上的时间 你如果喝到它 能够帮助你补充体力 然后让你更有精力地去面对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老板特意为您准备的 对对对 这个听起来还是蛮符合我的 因为我是健身的 平时长期保持 要保持身材 让他上镜 让他多喝酸奶 就是他热量怎么样 您给他讲啊 您 不是 那个什么 他善用小业去卖酸奶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虽然说他是文化程度很低 但是他掌握了一些社会的一些小技巧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他有他的江湖聪明 我们这个是热量比较低 低糖的 低脂的 然后呢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里面呢 也是无糖的 然后我们只添加了知识 然后来丰富你的口感 今天呢 你来到我们店里 你要觉得好呢 你就买几点 然后再多送一点 好吧 如果你觉得不好呢 你先试刻一下 好吧 第一点就是 我觉得他挺会用那个小叶总的 他一开始就已经邀请到了赵总 而不是刚开始他找了救兵 说白了他之前已经谋偏布局 在这个问题上了 对 他是有头脑的一个人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但我觉得你在观察当中 动销当中是有一些问题的 我明确的说 第一我戴牙套 现在不方便去喝 对不对 那么你一定要让我喝下去 最后你又说你又尝一尝 所以有两遍 对对 相反呢 小叶总容易成交我 他一说完之后 我一看到美女 我就特别想买 对 我觉得我今天作为一个助理货架 然后我觉得看到 张东这样的就是智慧女性 能够从我手中买到 要酸奶的话 我的满足感还是蛮大的 所以认为他的销售怎么样 我 我作为一个货架 我没有什么评论 杨立峰 你好 我觉得你是 我这么说就挺有水平的一个人 你是一个13箱的升级版 卖13箱的你知道 他很会吆喝 他很会做布局 他很会布局 你这件事当中很漂亮一件事 你这里有设计 实来讲你找到了助理 你这个很厉害 谢谢您 好 谢谢两位 来 谢谢 反正这个已经看完了 我就觉得 虽然说是他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 应聘的这个人啊 就是说他这个才挺聪明 他挺有大脑的 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确实挺会找助理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助理显示的 一点点都没有觉得 他有一个什么 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 尤其是 反而是那家那个小叶总 个人能力还挺突出 这么神来之彼 然后还要去 还要去应付这些事情 还要去卖出专财 真的是好难的一个人 当然了 只能说是他聪明 而且这个小聪明还很多 确实是一个善于思考 且有布局的人 但是 他的个人能力 不一定像他说的那么的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本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如果有兴权请联系我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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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